融资25亿美元 极兔素地不与置评 在最新一轮融资中 极兔素地的主要支持者博裕 投资高龄资本 红杉资本中国 以及腾讯控股参与的投资 据媒体报道 极兔素地在最新一轮融资中 获得了25亿美元的投资 为公司估值约200亿美元 在最新一轮融资中 极兔素地的主要支持者博裕 投资高龄资本 红杉资本中国 以及腾讯控股参与的投资 第一财经记者向极兔素地求证 对方回应称 不予置评 资料显示 极兔素地成立于2015年8月 是东南亚头部电商快递公司 创始人李杰以前为OPPO一名公司创始人 拼多多是极兔快递的主要客户之一 而拼多多创始人黄征 是OPPO创始人段永平的门徒之一 外界也将极兔视作拼多多系 在极兔官网显示的合作伙伴中 拼多多位列第一 与拼多多采用的低价战略类似 自2020年3月 在中国开启物流网络的铺设工作以来 极兔素地依靠低价战略 通过直营家加盟的模式 业务量增长迅速 和国内的快递巨头通达系形成了竞争 今年10月 百事集团同一起在国内的快递业务 以约6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极兔 此次出售只涵盖百事集团旗下的中国快递业务 而不包括百事集团的任何其他业务 如供应链管理 货运 优惑和国际业务 目前 双方预计这笔交易将在2022年第一季度完成